你的大奶標準是誰教你的? 必然航線嗎? 大家好我是米甘 萬物皆可萌 任何事物都可能變成萌妹子 尤其兵器類擬人化的題材又是熱門的類型之一 像是槍斜、戰車、戰機、戰劍等等的擬人化娘化之後 都非常可愛 其中戰劍又有好幾部知名作品 像是蒼藍的鋼鐵戰劍 艦隊收藏和必然航線 而必然航線從剛推出之後 先是受到抄襲疑慮 之後又開始一路狂飆 變成了大奶甚至是瑟瑟遊戲的代名詞 這又是為什麼呢? 許多人對於巨乳的觀念 也都深受必然航線的影響 而近期還出現了必然航線官方的新遊戲情報 被推特的官方給刪文 這又是為什麼呢? 而戰劍題材熱門之後 有許多人也開始研究和喜歡上這些戰劍 如果你也一樣對這些戰劍或者是實體有興趣 同時又想接觸有聯動合作的遊戲 正好World of Wars 與必然航線的活動又開跑了 在Worlds中PC版可以操作多達600多艘 歷史船艦 進行12vs12的史詩級海上戰鬥 個人主機版也有300艘以上的船艦可以使用 雖然無法與朋友線上連線遊玩 但同樣有9vs9的大型戰鬥 快節奏的遊戲流程搭配上戰術的運用 再加上精細的船艦模型 B燈的音效與物理運算 海上戰鬥的氣氛營造等等的澄清式體驗 那種炮彈激發與打到甲板的聲音也是非常舒爽 時常也會與各大IP進行合作聯動 像是蒼藍的鋼鐵戰艦 PoloLine 哥吉拉大戰金剛 以及這次的必然航線 合作也已經出了第6彈 這次出了全新的語音包 包含伊麗莎白女王 扶桑 島風 大黃蜂和埃及爾 那我們這邊當然是要來選可愛的島風啦 好可愛喔 島風 不是吧 旁邊已經在打了喔 他在打哪啊 等等 這是標靶嗎 啊 太準了吧 有另一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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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爆了打爆了 啊 完蛋 轉動靠住 啊 只需要在6月28前 通過資訊欄中的連結下載註冊遊戲 在PC版上使用代碼 SIXTHWAVEAZURLANE 就可以免費獲得 必然航線指揮官 島風和扶桑 Hubuki等級6 日本驅逐艦 七天戰艦加值帳號 150萬銀幣 600達布隆 主機版使用以上的代碼 C-O-N-S-O-L-E-B-A-T-T-L-E 在PlayStation或Xbox平台下載遊戲 並進行一場遊戲對戰即可獲得 Charleston Mikasa Aurora三艘戰艦 20款獵人迷彩 以及七天戰艦加值帳號 這次那麼可愛的島風加入 各位還不快進來Wars挑老婆 而許多人也會好奇 必然航線究竟是為什麼 一開始會被說是抄襲劍娘 而到後面又被說是一路開車 飆車飆到變成大奶手遊 這還要先從2013年 艦隊收藏推出時開始說起 雖然一直以來都有類似的擬人作品出現 蒼藍的鋼鐵戰艦漫畫版 也是在2009年就已經推出 但類似的題材並沒有被受熱烈討論 一直到了2013年 先是推出了由角川遊戲開發 由DNM平台推出以及營運的網頁遊戲 簡稱Kan Kore 也就是艦隊收藏 又因為都是女性角色而俗稱艦娘 已推出各種船艦擬人畫 人物設計上偏中歸中矩 一開始也幾乎都是日本艦 因此一開始的穿著都以日式風格為主 而與戰艦相關聯的設計 就和過去一些少女兵器系列的設計類似 將戰艦相關的元素以儀裝的方式放在身上當裝備 既可分離又是密不可分 也因為它推出之後非常熱門 即使鎖日本區在很多地方也備受討論 也因此出現了很多直接造操的遊戲 甚至只有換色的 也在同年 蒼藍鋼鐵戰艦推出動畫版 養者也有多少必拿來對照 而一直到了2017年 由中國的上海蠻舊 研發並由Bilibili遊戲推出的必然航線手遊 而日本是由上海優先所代理推出 從一開始就有打算打入日本市場 所以初期的角色不少的日本船艦 推出一個月的時間日語版就已經有200萬人註冊 並且因為其主題性以及人物設計的方向 有被日本網民稱為中國版Kankore 同樣是身上帶遺裝 同樣是蒐集船艦 同樣是海戰 不僅初期登場 許多還是日本船艦 就連一些人物設計還有點相像 但不是同一艘船 像是必然航線裡面的鈴波 就被說有點像劍娘的倒楓 也有人疑惑為何一定要用日本船艦 一開始有許多劍娘玩家 認為是抄襲無法接受 但真的有抄襲嗎 相信應該已經有不少人知道 其不論是介面、玩法、建造船艦的方式 等等的要素都跟劍娘不太一樣 會被提到抄襲的主要是三大原因 第一點同樣是以艦隊擬人化為題材 然後在人物設計上的構思非常相似 再來就是養艦隊、派遣艦隊戰鬥的流程 但以這三點來說 都比較偏向取材類似的競品類型 或者就是因為劍娘的成功熱門 而跟著她的名氣所推出 可以說是跟風彈抄襲有待商套 許多人看到角色設計就會認定 這樣的設計是不是抄襲劍娘 而第一眼看下去可能也會這樣認為 但這樣的設計兵器少女類型一直以來都有 空戰也有類似強襲魔女這種 也就是說這樣的設計並不完全是劍娘首創 而為了要打進日本市場 一開始使用日本船艦也是合理的 那麼撇清了抄襲疑慮 必然航線又是怎麼一路飆車越來越遠呢 許多人可能會誤會必然航線只有大奶 其實她的蘿莉也不少 只是說真的 她的奶沒有很大 只有更大 還有越來越大 以至於很多人會直接忽略那些驅逐艦 那些蘿莉 也因為裡面的大奶實在太讓人印象深刻 也開始有被人笑稱 是誰讓你看到胸部都覺得太小 必然航線嗎? 那難道是因為他們的胸部大到快要掉出來沒辦法遮 所以導致一路飆車飆到底嗎? 其實一開始他們也還算是中規中矩 頂多就是像大部分的手遊一樣 稍微露了一點 但大部分都還是正常穿著 頂多就是偶爾出出泳裝 柔弱度其實也還好 然後就在2018年 傳出中國文化部審查 直接點名了像是FGO 和必然航線的角色過於暴露 也從那之後 不知怎麼的以肉眼可及的方式 不僅僅是乳量表不斷膨脹 就連他們所出的新的服裝造型 一個比一個裸露 挑戰各大社群平台的底線 基本上就是幾乎要整張打馬賽克 才能確保Youtube 可能不給黃標不刪影片 透膚線條等等的樣樣來 而這一次他們被推特封鎖的主要原因 除了幾乎膚色的泳衣 透膚的服裝 和只有幾條線遮點的造型以外 就是那萬惡的Live2D 簡直不要太色情 必然航線這台車是沒有裝煞車嗎? 但沒有露點應該也是還好才對吧 對吧 當然要說他們有沒有好好穿衣服的角色 也是不少 要說其他手遊有沒有插篇類型的角色 也是不少 但每次碧朗橫線都可以飆車飆出型花樣 各位老司機上車了嗎? 還沒上車的也可以先試試 以他們個性的船艦擔任指揮官的 我使用他們的聲音操縱船艦 向海與對手展開激烈的砲擊戰 一起互射 可以輸入畫面上的代碼換取獎勵 體驗一下激烈的海上戰爭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關注我的FB和推特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使用超級感謝支持一下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